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表姐 大家最近不是特别的喜欢 我在家做饭的这种视频吗 所以今天又是一期 在家做饭的视频 要做一个挑战 要做王氏家族的传承菜 就是水晶藏肉 之前大表也和长大爷 来我家吃饭的时候 大家可能看到过这道菜 这是我妈做的 我从我有记忆开始 我们家每年过年 就会有这道菜 那会儿还是我奶奶做 然后现在是我妈做 我已经吃了三十多年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 他怎么做 我准备挑战一把 我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这道菜该传承到我们这一辈了 我决定我先来学习 然后昨天我跟我妈视频 我跟我妈说要做水晶藏肉 我妈说特别麻烦 你可别做了 你要是想吃家里还有几块肉 给你系下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你都告诉我就行了 原材料非常的简单 首先这个肉 它要切成豆腐块的这种大小 我买了三块 然后也没敢多买 剩下原材料 它需要这种小红枣 红糖 还有就是蜂蜜 我一会儿再把蜂蜜拿出来 所有的原材料就只有这几样 剩下的就是凭借高超的记忆 处义方面的这些柳物理 首先这个肉要先煮 煮完了之后 要炸完之后再用水泡 泡完了之后再蒸 反正很麻烦 我们就先开始第一步 这是连皮带瘦肉 其实正常应该肥肉多一些 就是最好肥肉是占一半一半 但是我没买到 这个是瘦肉比较多 它为什么叫水晶糖肉 就是因为它蒸出来之后 它肥肉的部分是完全透亮的 因为已经过了油了 它肥肉的部分其实是更好吃的 没买到那么肥的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开始上锅开始煮 什么都不用放 只放清水煮肉就可以了 什么调料都不要 先让它煮20分钟 现在肉已经煮好了 我刚刚趁煮肉的这个锅子 却吃了个小饭 补充一下体力 接下来就是非常大的体力活 据我妈所说 特别的危险 肉不能煮的太烂 可以扎冻就可以了 但是不能煮的 像咱们平时焖肉那种 那样煮的太烂的话 在炸的时候就容易散 现在是这样了 我现在已经没信心了 要不不做了吧 用那种汤子 然后给你擦一下 把表面的水吸掉 接下来这步 就是要把这个肉 周身全部抹满蜂蜜 如果做的还原度比较高的话 那我们这辈传承人 那就是我了 知道我们家人 为什么都有血糖肉吗 水晶糖肉 是我们家的家族传承 那你就想吧 我们还每次做的时候 就是这个肉要弄十几二十块 过年前你就是天天说忙的不行 我还行的这有啥事看好 这事也真是够了 昨天我和我妈讨论的时候 她说用油炸的这个过程 一个是让蜂蜜上色 另外就是炸完之后 它的那个表皮焦焦的 然后再放到热汤里去泡 它就会有那种虎皮的形态 炸的时候因为有蜂蜜 说崩的特别严重 之前我大姑因为做这个 脸还被那个油崩伤了 所以我在想用空气炸锅行不行 我妈说那没试过 我妈说要不明天你试试 要行的话以后这可就省事了 不过不好一点 就是空气炸锅只能放一块 所以今天能够三块肉 我一块用空气炸锅 两块用油炸 选一块这个肉吧 然后好好的裹一裹放你 然后放进来 放了空气炸锅来 这个温度和时间我还可以找不好了 先这么漏吧 没充电 尴尬了 我们先来200度 然后整个15分钟 然后再翻个面 好开始了 然后现在我倒油了 我真的说实话我心里有点忐忑 这特意为了做这个肉买的一桶油 油必须得特别特别多 现在一桶油已经倒你了 然后先开火 油热了开始放肉 现在小王甚至紧张 我都怕我发现 然后油就崩出来了 我就跑了 我现在已经把火给关了 刚才那个锅一崩 然后它都移走了 我害怕它再崩 然后整个锅就崩出来了 这块说啥不能做了 不行就放到空气炸锅里吧 这块我现在都不敢放 我现在火已经关了 等它冷静一下 感觉好像还好一点点 现在我又有点心心了 想把这块都不行 天哪活了 这样一看 感觉好像是油炸的更好一些 感觉可以了 拿出来之后 放在这个热汤里 煮肉的这个汤里 就马上去泡 你看这水在那儿少了 就先让它泡一下 我再处理一下这个 这个还是锅太小 不过是那种农村的那种大锅 应该好 这种简单一些 一个锅 空气炸锅这个可能是锅有点大 我把它翻过面了 这边再稍微再烤几分钟 我感觉150度应该就可以了 我先把它再放进去 好一点没感动 锅盖绷成这样 看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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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吓了我一大碰 空气炸锅也蹦了 空气炸锅的这块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只要时间和火候掌握的好 还是可以的 妈妈可以的空气炸锅可以的 图在这边就不错了 哎呀 放到这个里面 终于到下一步了 我刚刚的这段过去的时间里 一直在擦油 各种的擦 到处都是油 真的太危险了 现在要把这个肉从这个锅里捞出来 然后放在这个上面 让它扣水 这个壁子上一次准备扔 还没来得及扔 今天派程就好了 就把它放在上面 这块是在空气炸锅出来的那块 颜色比较重 这两块都是这个油炸的 你看现在这个皮已经上空气炸了 好可爱呀 现在这个肉已经水已经控好了 就是瘦肉太多了 真的 我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做 我刚刚给我妈发了这个肉的照片 我妈勒都没勒了 现在把上面的水去一去 然后现在要把它切成这样 我如果这个时候视频不错呢 你原谅我 教我围绕个 我准备一会儿用这个 当个容器 然后用后边这个电汤去蒸 这链都断了 哪会切得稀碎 哪会皮掉 人家有失去那些 要切骨子 刚才那块应该是 这种空气大锅出来的 果然炸的好一点 看我切的有多多 哈哈 失去耐心了 然后就把这一层放出来 最后这块就只把肥的部分切了 然后瘦的不切了 瘦的留着炒菜 最后一步放上红枣 好 满满一碗 手也不行 材料凑 现在就开始上锅 让我们期待奇迹吧 我现在在床上躺着休息 真的太累了 它不是这种体力上的疲惫 它是这种精神上高度紧张 生怕烫着我自己 刚刚已经蒸完20分钟了 然后发现没上色 我就上了一层红糖 然后现在还在蒸 第二次的20分钟 马上还有2分钟就结束了 我准备现在就去了去看一看 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吃糖肉了 可别做了 太费劲了 人太危险了 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 成不成也就这样了啊 朋友们 结束了 拜拜 感觉完全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为什么这都是白色的呀 看一下里面啊 这个肉皮还是有我想要的那种样子呢 看是透亮啊 这感觉没上色 可能是太厚了 总是颜值颜值总值吧 就是太厚了 我该怎么形容呢 这是它虽然很甜 但是不像我妈他们做的那种 特别浓郁的那种甜香甜香的味 感觉好像还是这个肉 哦 啊我忘了一步 天呐 我妈告诉我 应该是先白肉上去蒸 蒸出来的那个水和那个汤 倒掉 还有油 全部倒掉之后 然后再放红糖和红枣蒸 啊我把这不给忘了 所以它就是有点淡不香 反正就这样吧 我宣布王室家族传承菜 水晶糖肉 由王室家族四公主 传承失败 三公主要不你做一做 或者大公主 你们做一做我不行了 我再也不做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 拜拜 这些肉我明天打包朋友给大力吃 或者我们想想其他的方法 反正肯定会吃掉的 嗯 好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叫我维络我个脂肪好吗 求你了